五岁小男孩独自去小超市买东西吃 老板问他和谁一起来的 小男孩却指了指空气 说是跟奶奶一起来的 等小男孩离开后 老板发现付款的竟是一张明币 看视频点赞的人运气特别好 小男孩有个疼爱他的奶奶 父母没时间照顾他时 爸爸会叫奶奶过来帮忙照顾小男孩 奶奶会带着他出去玩 还会带他去小超市买零食吃 从老板和奶奶的闲聊得知 奶奶有高血压等老年病 老板还会逗逗小男孩 因为小男孩五岁了还不会说话 你要是叫我一声张叔叔呢 我就把他送给你吃 只会说呀呀呀两个字 等妈妈回来后 奶奶就告别小男孩回自己家了 第二天父母急着出门 可是奶奶还没过来 爸爸只好在小男孩周围画了一个圈 告诉他千万不要出这个圈 小男孩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 没多久奶奶就来了 小男孩自己跨出了粉笔圈 这次奶奶没有带他去小超市 他带着孙子回到了自己家 奶奶说自己没钱了 让小男孩去楼上找爷爷要钱 小男孩听话的就往楼上走去 到了中午爸爸回来了 他看见小桌子上有吃剩下的零食 于是他问儿子零食哪里来的 小男孩只会呀呀两字 爸爸以为母亲又来了 母亲身体不好 他就动身去看望母亲 可是敲了半天门却没反应 爸爸只好用身体撞开大门 刚打开门 一股恶臭就迎面而来 母亲已经死去有一段时间了 儿子前去看望独居的母亲 没想到母亲已经在家死去多日 大家不要害怕 评论区的狗头会保护你们 夫妻俩为母亲办好葬礼 奶奶最疼这个孙子 爸爸只能撒谎欺骗儿子 说奶奶生病住院了 让儿子一个人乖乖在家 他们像往常一样把铁门上锁 然后一起开车上班去了 可是过了没多久 狗子对着空气叫了起来 小男孩看见后非常高兴 他独自一个人过了马路 来到了奶奶经常带他来的小超市 老板很奇怪 小男孩却指了指旁边 可是旁边并没有什么人 小男孩掏出零钱给老板 老板拿钱一看 竟然是一张面值千亿的明币 老板赶紧找到小男孩的父母 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们 夫妻俩赶紧回到家 这钱是哪来的 只见小男孩站起身来指向身后 墙上挂的正是死去多年的爷爷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夫妻俩来到一间寺庙 这才得知母亲想死后 和老板一起火葬 父亲的遗体一直存放在寺庙 在男人的坚持下 他们找到了父亲存放的棺材 打开后发现里面是空的 里面只有几张明币 这让男人十分不解 而另一边小男孩又看见了门外的人 他高兴极了 急忙打开拉门的铁条 从门缝里钻了出去 独自一人来到了马路上 五岁小男孩去小卖部买零食 老板收钱时发现是一张明币 爸爸问儿子钱从哪里来的 小男孩伸手指向死去多年的爷爷 看视频不点赞的父母吓得压麻呆住了 他们前去寺庙找大师帮忙 半夜儿子又偷偷出了门 正好被赶回家的父母发现了 他们发现儿子一人走在马路上 两人一路跟随 发现儿子来到了母亲的家里 两人急忙来到二楼 二楼阴森恐怖 只有一面镜子 似乎还有一个人的身影 就在这时房门缓缓打开 儿子就在房间里面 爸 妈 回家 儿子会说话了 爸爸高兴地要带他回家 可是推开门时 儿子发现了父亲的遗体坐在轮椅上 父亲的身上还抱着一个箱子 装着零散的纸壁 夫妻俩吓坏了 原来自从父亲去世后 母亲太过于思念父亲 偷偷叫人将父亲的遗体带回了家里 将他藏在了二楼的一个房间 透过镜子 两人还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继续过着幸福的生活 事后夫妻俩将父母一起合葬 小男孩的妈妈还将镜子带回了家 镜子中出现了爷爷奶奶 仿佛在守护着自己的孙子 这个影片告诉我们要珍惜眼前人 不要错过了才后悔莫及 喜欢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次见